欢迎收看今日的亚洲财经新闻 澳洲股市连续第四天开盘上扬 金融股领涨 基纯指数ASX200早盘扬升0.36% 综合指数上涨0.26% 周三的经济新闻方面 投资者重点关注澳洲统计局发布的 六月季度消费者物价指数 下面来关注企业方面的新闻 MacArthur Co.报告称 2010年6月30日结束的财年销售量创下记录 达到532万吨 与去年461万吨的销售量相比 增长了15.3% 高于原先的480万吨至500万吨的预测范围 该公司表示 年率增长应归功于经济环境改善 高价出售煤库存 Copabella和Movol项目产量增加 以及使用了供Yela走廊的 多余基础设施运载能力 六月季度的销售额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0.8% 这是由于2009年同季度 因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 库存清空而创下的异常强劲的销售额 但本六月季度的煤销售总额仍强于预期 Likia Gold在截至六月的三个月期间 生产了244000盎司黄金 较三月季度提高了6% 生产进度符合全年计划 Likia正在稳步迈向 2010年全年生产 100万至110万盎司黄金的目标 本季度的黄金销售总量为269000盎司 较截至三月份的三个月提高了35% 增长的原因是由于销售时间和库存变动 Likia Island上半年总产量为377000盎司 由于矿坑的品位有所提高 下半年应该还可以继续季度产量的增长趋势 Likia Island全年指引未变 仍是80万至87万盎司 Donna EDI表示 其采矿部门已与毕合毕拓三菱联盟签订有关位于昆士兰中部 Bowen盆地项目的合同 这期份合同总价值大约20亿澳元 内容是负责 Guinilla Riverside Crown 预玻璃材料的装载和运输 并提供爆破服务 并在Norwich Park Crown负责预玻璃材料的装载和运输 Donna表示 公司具有充足的资金能力履行与毕合毕拓三菱联盟的合同 以及与Fortescue Metals Group的合同 Donna是Fortescue在Christmas Creek项目中优先竞标者 以上新闻由ABN Newswire莫尼卡洋为您播报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